各位同学好 我们现在要来介绍 直角坐标中的渦度方程 首先是推导渦度方程 渦度的定义我写在最上面 这个是它的数学定义 就是如果你有水平风气的时候会产生气流的旋转 那这就是渦度 下面这两行是动量方程 第一个是 X方向上的所以是U风场动气方向的风场 第二条是Y方向上的 就是南北方向上的所以是V风场 那推导渦度方程 的方式蛮简单的 就是你看渦度的数学形式 这里有 V对X做偏微分 然后减掉U对Y做偏微分 所以 V那一个式子就是第2式 所以是第2式对X做偏微分 然后减掉 D式对Y做偏微分 那中间推导过程请同学自己做 在推导的过程中 你要特别注意密度现在是空间跟时间的函数 还有四个维度 所以在推导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点 那假设同学推导完了 我们现在 投影片上面列的这个式子就是 渦度方程 那等号左边这个就是 绝对渦度 那等号右边有三个项 这三个项 分别有它的物理意义 A这一项叫divergence 就是浮散项 然后B是 倾斜项 Tilting C是 给压力管项 Solinoid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 一一去解释这三个项的物理意义 首先是 Divergence 所以我们看 A这一项 简单的来讲就是 你原本有一个 比较大的 环流就是我下面画这个 灰色的 简头的气流 那你发生符合的时候 气流会往内缩 所以环流会变比较小 变成黑色这个 那它就会转的比较快 所以符合的时候因为 你环流面积缩小 那 渦度会被集中到比较 小的范围内 所以它的 你可以想象它的浓度提高了 所以 我们课本上面英文会写的concentration of Oticity 就是 渦度被浓缩的感觉 那这个过程呢 就跟 钢体运动里面 你在旋转的时候 为了维持脚强能量手横 当你旋转半径 缩小的时候 脚速度就会极高 的意思 这一项在纵观尺度的 劳动中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怎么来看它 数学上面的意义呢 就是 A这一项 后面这个括号里面 这个partial u 3 partial x 加上partial v 3 partial y 这个就是 符合浮善项 就是divergence的意思 那divergence的定义就是 你去算它的值 如果它是正的值 就是表示你这个气流有浮善 是往外发散出去的 那如果算出来是 小于0的 就表示它是符合 就是像我们左下角 画的这个示意图那样 是往内缩的 那这个括号里面如果是 符号 的时候 这一项的前面还有一个符号 所以复复会得正 就表示 你这个气流的涡度 随着时间是在增加的 那就是这边讲的 你的握度会提高 的意思 第二项是 Tilting Turn Tilting Turn比较难理解 它有点抽象 所以大家要发挥一点想象力 下面这里有 示意图 这个是三维的立体的示意图 所以x轴在这边 然后y轴是往内直的 z轴在垂直方向上 然后我右边这边还有画一个是 y跟z平面 就是侧面这个 y跟z平面的剖面图因为等下会用到 那我们先来看 第1个 小部分 就是Partial Wtree Partial X这个部分 这个代表的意义就是 垂直速度在东西方向上的差异 所以你可以看底下示意图这里 x方向上 然后w是垂直速度 所以会有垂直的箭头 画在 x的 轴上面 你可以看到 w这个箭头的大小 沿着x方向上是有差异的 比较左边是往上直 而且箭头比较长 表示这里 是垂直速度往上 而且比较大 然后越往 东边走 垂直速度慢慢的 变小 最后变成是往下直的 就是往下沉的气流 在数学上面我们就会写 Partial w Partial x 那这种推迟运动的配置 空间上的配置 会小于零 因为x越大的时候 w是 越来越小的 就是我们w的定义是 往上是正的 然后往下是 负的 所以 x变大 然后w越来越小 这一项就会是负的值 再来是第2部分 第2部分是 Partial v Partial z v是南北方向的风 就是这个 视力图上面画的 红色的箭头 那你可以看 右边这个 Yz抖面的 图 所以在z方向上 这个红色箭头是 南北方向的风场 随着高度增加 我们的风场 越来越大的 那这种垂直风切 会产生 这样子旋转 你从这边看的话 是 顺中向转的 渦度 这个我们会叫它是一个 窝管 然后它现在是水平方向上的 就是在空间上面 它是 东西方向的 水平的窝管 就像我这边 指的 会在这个方向上 然后有一个水平窝管 然后这个窝管的方向呢 就是用右手定则可以判断 所以你现在 把你的右手 拿出来 你可以4个手指头 随着这个紫色的 圆圈的箭头 这样转 然后你就会 发现你的大拇指 会指向 萤幕里面 那指向萤幕里就相当于我们 左边这个 立体的图一样 它是 这个空性箭头 会指向 看起来像是指向图片的左边 这边 这样子 那因为 你同时在 X 方向上有垂直 速度的差异 所以这个垂直 速度 西边是往上 其实比较大 然后东边是往下沉的 它就会把这个水平窝管 转成是垂直的方向 所以你的水平窝管会被W 推成垂直的方向 那推了以后它就会 转成垂直的方向 去想象一下它 原本旋转的 方向是这个 那你转成 垂直的方向 之后 如果你从高空 往下看的时候 它应该会是 反中向转的 那反中向转的 窝管呢 就是正的窝度 所以会 产生正的窝度 那你来看一下 数学上面的正符号 刚刚说这个配置是 partial W 出于 partial X 会小于0 那这边 垂直的 风切 随着高度增加 风越来越大 所以 partial V 出于 partial Z 是正的值 那所以 这项是负的 这项是正的 两个乘起来会是负的 那这一项的前面有个符号 再加上这个符号就会是 变成是正的值 那就表示 等号的左边这个 窝度呢 会随着时间增加 就是这边产生正窝度的意思 C这一项是 斜压力管向 那它相当于是前面我们在讲 环牛定理的时候介绍的那个斜压力管向 它们是一样的东西 我们来看前面讲环牛定理的时候的那个斜压力管向 你可以把它利用 Stokes Theorem 改写成 面积分的形式 这个周就是空气密度 那alpha是笔融 就是 密度的导数 所以上面这个式子我们可以再把它改写成是 alpha跟p的形式 那这个 curl我们可以把它放进去 所以你就会变成是 gradient alpha cross gradient p 那右边这里有个 示意图是 这是水平面上的示意图 实现 这个是 等压线 虚线的话就是 等笔融线 出出了这个箭头指的就是 这个 规点 alpha 或是 规点p 指的方向 那现在 括号里面是 规点alpha cross 规点p 所以你用你的右手 也是一样 四肢手指头是指向 先指向规点alpha这个箭头的方向 然后往规点p这方向转 那你为了要 这样子转 表示你的大拇指必须要 垂直的指向 萤幕的外面 那就指向你自己的意思 再加上 这个向前面这个符号 所以 他实际上会变成是反过来转的 就是 现在你看到那个黑色 粗粗的圆圆的箭头 这个写压力管向 代表的就是 当你在 这个水平面上 你有 等密度线 或是等笔融线 也可以 跟等压线 p这个线有交交的时候 你就会 因为斜压力管向 产生气流的旋转 那这个我们叫他斜压不稳定 这个斜压不稳定被释放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产生气流旋转 那这个会是在垂直方向上的 所以他就会造成你 等号左边这里 这个垂直方向上的 窝度会有变化